公司,这一节是否和我们说一些塑膠东西 正义股将于4月22日实施即器胶餐具首阶段的管制 经常听到什么走数 继续胶袋之后就到餐具了 大快活近日公布实施生效当日会停止向外卖顾客派发即器餐具 顾客可以1至2元购买餐具包 当中分别有不锈钢、木製、竹製等等 然后大快活近日分店通告表明2元购买不锈钢餐具包 包括不锈钢、刀、钢筋、钢叉和餐具 1元购买到什么呢 购买到中式的餐具包 包括掌、筋、筑、筷、筷、餐具 另外1元购买到西式餐具包 也就是股包包括木刀、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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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这个措施实施之后 其实对于我们 阿通哥最多的外卖是你 对啊 我冒犯家庭 因为他说是买饭盒回来吃的 其實什麼我想說 平時買飯回來 我就走帳了 因為晚上我自己有個鐵匙羹 講匙羹 一定不愛 還有我覺得那些很參差的 現在的外賣 就算你真的用那些工具 竹筷子很幼的 很難吃的 那些不開胃的 當然環保更加不愛 我想說 其實淡仔已經實施了一段時間 就是愛賣的時候 他會問你愛不愛駕山 你不愛沒問題 你愛就要多給一元 一元裡面有一雙筷子 有個匙羹 我沒記錯 就是有一張很薄的匙羹和牙籤 但是那個匙羹都應該是白色塑膠 沒錯 還有軟奶奶 不是塑膠 它現在是類似剛才讀出來的那種木漿 木漿 白色的 是 它是這樣的 咖啡的 質地等於類似那些 買雞蛋 大家記不記得有個湯 當然沒有那麼厚 它是薄一點 但是就是那些 讓它溶化性 至於飲館 其實淡仔已經走了止飲館很久了 它已經走了止飲館很久了 但止飲總製用了之後 我都覺得是不好的 你和它鬥快 原來是淡仔 還有你現在說的木漿筋 試過你不凡差的那一刻 其實都吃不到點力 其實如果你給我 我都會慢慢傾向痛哥 算了 用回自己的慈悲感 因為現在這種文化 令到我們身邊的人也有些習慣上的改變 曾經試過我和朋友去沙巴喝東西 說你有什麼東西 等一下 她在我的袋子拿個杯子出來 然後她說 環保那些 那我就說 算了 習慣一下 我遲早都是這樣走的 大家都會去到 改變這種文化 你給我 如果多給一、兩元 不是給不起 就覺得 或者給完 我都不知道怎樣用 一定以價水性 算了 不如自己回家 或者自己真的帶備這些東西 真的要看你買完的飯盒 你去哪裡吃 這是最重要的 我是地盤工人的 運輸工人的 我是隨街吃的 未必每個人都能夠帶到一個匙羹羹身 剛才在身上 一定要光顧它 就算不環保也沒辦法 但現在標榜都是紙張等等 那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拿回家 那我家裡有鐵匙羹 那我家裡就不用買了 就是看你去哪裡吃 不過根據有些鼓勵措施 剛才江少所說的 Starbucks那件事 你如果拿自己的杯 好像… 我就真的不喝咖啡 聽人說 好像是減回的 他鼓勵你 他給你多幾毫升 即是多一口 對 多一口 會呀… 因為如果你的杯是… 其實一定有多的 因為他做咖啡 他做咖啡是會計算了 分量 多少毫升 多少毫升 大中勢 大中勢 好像聽人說 你自業攜的咖啡杯 因為你自己喝完 要自己洗 是啊 那我拿一個駱駝牌 水壺回來 我真的每天都喝可以 麻煩你 我愛大咖啡 你給我裝滿雞 你老闆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們很流行那種 飲的咖啡 其實三分二都是奶 三分一才是咖啡 即是沒有那麼多什麼 總之他也有一個配製的方法 有一個方法 對 這樣就給你一些方法 但另外一個 在外國的經驗 他已經差不多用了木 是 那些我不知道什麼 木、木章什麼 那些全部都是木 任由你拿 對… 不用說現在香港的東西 還要收一元 一元 那些木叉、木刀、木匙羹 已經全部出售 任由你拿 那些人拿出來 按照漢寶寶都可以切 沒錯 但都已經是任由拿 即是不說那麼… 始終楊無蹊至楊身上 你無緣無故拿人一元 不就個個都不拿 那是否達到很環保的政策 這個你可以這樣說 但於是你始終來說 最後你方便那個顧客吃東西 你一定要給一些木 因為現在掃交 大家最…第一個關鍵 就是不要走數 其他關鍵 那些木章什麼東西 都是可以用的 因為它可以… 容易一點腐壞 容易一點再生等等 不過有些是… 對於食物上 我們有時… 如果大家對煮東西上 有些煙尖 都知道 食物好不好吃呢 就… 除了廚師之外 都要看薯麻 就是薯板 怎樣切那樣東西 它切得好 就是煮出來那樣東西 又好吃一點 同樣地 我是在麥當勞那裡 我很喜歡寫一個三文治 我不是吃那些漢堡包 在麥咖啡那裡 貴一點點 但自從發生了麥當勞事件之後 因為有個經理給別人 在經理地城那裡 遇襲 所有的刀全部都收光 收光 不僅僅 以前我很喜歡跟它說 麻煩你 切開兩件 一個等邊三角形 我是這樣入口 覺得是好吃很多 然後現在它怎樣 它整塊的 放包 給你 我從那一刻開始 我不買了 自己切得不可以 它開始給你木刀 那木刀 就散了 很難的 不吃 令到我的食慾也不好 有時候你推行一個政策 沒有夢 沒有所謂的 但這件事 你本身不需要給我刀叉 你也切給我的 你需要給我刀叉 我又不需要用 斬腳趾被殺 總之所有店鋪都沒有一把金屬刀 員工會怎樣 員工都可以 有些精神失措等等 所以所有刀都不在 這樣就收光了 但我相信這個政策 一推出來 其實以香港人 應該挺收效的 香港人截劍的心情 一定會 做到效果 如果2元 就有不鏽鋼的餐包 包括不鏽鋼刀 你要看質素 對 我想說 你那些是煮飯仔的質地 還是會 都不受過愛 相信不會 茶餐廳 或者西式餐廳那麼漂亮 這個就不用說了 大哥 2元而已 你會想怎樣 我覺得 如果要用的 我買一次過2元 就不要丟這份東西了 你明天又吃 香港人那個 除了折檢 也懶散的情況 他也是隨手丟的 我會用木 用一元那份 木 就因為 以香港人的精神 要堅硬一點切到 木 真的切不到 真的切不到 還有 你真是 焗豬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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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都勉強可以木 因為現在有些木薩 已經入了 但你說刀 真的不太行 但我想說一句 好 不好意思 你2元不守國 好了 因為遇到警察 我真是想說 你為什麼要買 不守鋼刀 阿Sir 不是吧 我現在環保 我真的 有什麼用 你老實說 那些 寫著大塊匯 排個膠袋 裝著它 我去大塊匯買的 我不是在哪裡買的 那你為什麼吃完 還留下 環保 其實置備更好 為什麼 剛才我所說 就算我當你推其求次 買一元那款 更糟糕 為什麼 他們現在的 木刀木刀的設計 跟玩具沒有分別 是 掛頭的 我根本還沒有 好像911之後 飛機餐 那些餐廳 很頓的切不到 真的玩具 你拿上手 跟玩具沒有分別 其實他遲些 還有很多 幫我們找一集 可以認真地說 再接近一點的時候 再接近422 再接近一點的時候 大家 有個感受 1422之後 還有個感受 為什麼買外賣 通哥買外賣 糟了 怎麼吃 用手拿來吃 吃一餐